南部度假盛地 一丝恰到26号发生土石流 大量的泥沙被洪水一路冲到海边 淹没了房屋 还把沿路车辆也都冲进海里 但是因为天气恶劣 导致搜救行动面临困难 目前已经知道一人死亡 还有11人失踪 黑色轿车顺着泥流指冲了一下 有民众半个生子都受困在泥沼中 等待救援 街头遭到大量泥泞覆盖 路边堆满严重损毁的车辆 意大利南部的伊斯倩崖岛26号 因为暴雨引发严重的土石流灾情 许多居民来不及逃生 造成多人死亡和失踪 土石流冲毁部分民宅 还有车辆一路被冲到海边 但由于当地天气非常恶劣 大雨不断还刮起了强风 阻碍救援任务 当地政府已经下令部分民众尽快撤离 而在南韩江源道山林之间 窜起了浓浓的黑烟 消防队员赶到用强力水住灭火 火势好不容易被扑灭 但看到只剩下黑色的残骸 根本认不出原本的样貌 27号上午南韩江源道 一架直升机坠毁在山区 机身完全解体 窜出了火蛇及烟雾 坠毁当时也有人听到 好几声的爆炸声响 这起意外造成机上5人全数罹难 不过事故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而在美国一处民宅的监视器拍下 有名男子拿了信件准备走进家门 对面的屋子却突然爆炸 整个屋顶瞬间解体 冒出大量的火光 据了解是因为瓦斯气爆 事故导致有三人受伤